如果问我什么运动代表一个人 我会选择单车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无拘无束 踩着两个车 自由自在地去自己喜欢的地方 代表一个人?我选择筷子 别以为自己在家里吃饭 没有人看到就随随随随 虽然你怎么都可以吃到一顿饭 但这些这么小的东西你都重视的话 这才代表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活 就像一块镜子一样 照到其他人之余也照到自己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认清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才会明白自己需要怎样的生活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是挺好的 自由自在 只要你不怕闷的话 其实没什么人会管你 所以天大地大 我最大 我经常都要采访不同的嘉宾 而我今天的这位嘉宾 张宝华她就跟我一样 以前都要四出采访很多名人 政要 到底以前做记者的她 需要多硬正和多独立呢? 张宝华 张宝华 Sharon 前电视新闻记者 曾经一个人去到不同国家采访 新闻 追求事实真相 Sharon 我想你比香港人熟悉 就是因为当年你和江泽民在採访的时候 她就说了一句 too simple sometimes not eat 其实你觉得这句话 对你来说 你怎样理解 或者在这件事上 你是得多还是失多?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又得又失 我觉得在记者登牙里面 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想不到的经验 没有想过在採访的时候 国家主席会有这么大的脾气 还有其实之后我得到的是 我有多了很多的采访机会 当时新闻部就处理得很好 基本上都不用你去犹豫了 不用想了 你做外访 你就去跟江泽民、朱镕基去做外访 其实是因为这样 反而我之后采访 或者见他们的机会是多 过回大陆很多 是啊 大家都知道 做记者一定是很辛苦 但其实到底有多辛苦 其实很辛苦的 尤其是在香港做记者 我觉得香港的记者 其实是 什么都是一个人做的 因为竞争很激烈的 那时候我会剪接 自己拍完简单的 rough cut 我全部自己会弄 然后就去电视台自己配合 而且也很习惯的一件事 就是责任要自己承受 好远不好你都是自己承受 其实你这么多次的采访 你觉得最辛苦是哪里 那时候我飞飞州 其实是跟副主席曾庆雄去飞州做事 我那次是打了五支十年的防疫针去 打完那五支针 我即晚就发高笑 是很辛苦 去东非再去南非 那其实我是去到南非 就开始意水不平衡 是突然之间很云云到 是起不了身 就扣个人 但我怎样做采访 其实我现在已经recall不到 就是 那时候小 那时候年轻 就行 如果你比我现在 就是 做每一件事 有得也都有失 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 就算是痛苦 也是一种得着 我觉得做记者的性格 一定是很硬正的 其实你本身的性格 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的 小时候 不是的 我小时候 其实挺害怕的 是啊 我以前上学 譬如我读中学的时候 搭车车 常常都是飞过了我的站 我也不敢叫 这么害羞 那你后来怎么做记者 我觉得其实是 后来人的性格 随着做事 真的开始变 譬如我们现在 站在这个草地 我记得我当时辩论队的时候 我的老师 每个星期有两万 他就叫我 站在library门口 这里 然后拿一份早报 晚上9点 对着电筒 他就站在一棵树上 这么远 是啊 在这里压过去 然后我说 不是吧 你醒了我 人来人往的时候 你为了要给他 可以收工 你最后就是豁出去 我觉得我的人性格 其实我是害羞的 但是我又很要面 我又不想被人笑 所以就顶眼上去选你 久而久之 人的性格就开始变 是吧 就变得很独立 大胆 是的 我呢 就喜欢自己去旅行 那是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去旅行有一件事 就是很方便 不用约了 我也很害怕要遭时间 那些人通常都会问我 没有人跟你说话 那就很满 我又不觉得 因为我平时说的 太多了 所以难得放假期间 不用说话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休息 一个人 要为自己的人生作主 后来 Sharon 辞任记者工作 一个人去到英国读书 重新打造自己的人生 你一个人去了英国 整年时间 其实那一年里面 你有什么得着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是很棒的 因为你发现 所有时间都是你 你不用招呼这么多人 你每天在香港 你不发觉你的电话是不停的 你父母 兄弟姊妹 家公司 朋友 你去到英国 所有事情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时间 有些人是不得的 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发疯 很沉 但我原来很OK 或者所有事情都是我的时候 你就可以正式地看着自己 到底你心里面 到底你想一个什么的生活呢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什么生活才适合你自己呢 香港其实你想不到 但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想到 是的 其实之前你也出过几本书 就是说回你做记者的时候 的一些典籍 但其实最近竟然是出一本 爱情小说 奇幻 是奇幻爱情小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写小说 我一直都想的 根本人也有一个形象 就是不讲感情 不讲私人的 所有东西很忠勒 是的 只是讲一些很黑白分明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写 又好像不太合 结果一等 就等了十年 我又发觉原来以前小时候 你写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体会 有些感情那些 都挺真实的 所以我其实写得很快 我用了三个礼拜 写了七万多字 整本书都写了 你有空 除了上班那段时间很忙 应该没有拖拍 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我是很宅女的 我回到家 就是开24小时新闻 接着就开个电脑 一天的了 单身就像一只马 你可以持平草原 你很逍遥 很自在 但是你有个family 有了更多责任之后 你也是一只马 但是你背着一个马车的马 就是你持平草原 就没有你分的了 做牛做妈 就是你一只马 跟Sharon聊完之后 我发觉原来 我本身的性格 跟她都有几分相似的 好像我们小时候 都是比较内向 和比较害羞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 真的逼出来的 当你要自己一个人 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原来很多事情 都可以解决到的 所以你也是的 如果在犹豫 的话 不妨踏出第一步 试一试 可能你都会发挥到你的小宇宙 一个人煮食 我都想煮三送一汤 不过很多时候 我去街市买东西 我觉得很难 就是预复的份量 和调味料 尤其我很怕做前期功夫 要准备很多时间 才煮到一餐 所以如果有人 帮我准备好份量 或者预备好调味料 这样煮法就一流了 就好像这种食材配送服务 只要在网上 选对你想煮的菜式 就会有专人帮你把材料准备好 份量还刚好 你这种方便的服务 让我现在立即上网 试试点一些我今晚会煮的菜 一个人吃都要吃好一点 试试吃鲍鱼 叫个菜也好 就这个 汤浸丝瓜 搞定 一个人吃两菜一汤 绝对没有难度 好 只要在早上11点前 下好 order 配送公司 便会根据客人的订单 将食材一份份包装好 然后在晚上7点前送到你家 好 挺快 hello 谢谢你 拜拜 好了 开始煮了 齐了 真的一个人份量 哇 还有这个 加上我怎么煮 连调味料都准备了 我需要的呢 就只是锅和锅铲 然后炒两炒 就完成一个菜 咦 那我连碟都可以洗少几个 试试味道 嗯 好吃 我只不过用了 大约煮一个即食面的时间 就煮到两菜一汤 那你说一个人的晚餐 我会选哪样呢 我觉得这个服务很方便 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煮食 我最担心的 他都帮我解决了 譬如可能我那天 街市关了门尾 或者我夜了下班 买不到菜 那样 那样 分量又不知道怎么控制 又不知道煮什么菜 他好像全部都帮我解决了 那么我发觉这么方便的服务 令我觉得一个人 就算自己都可以有住家的饭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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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